熊娃子在把子里叫妈妈,你看,梨花开了。 她拉着梨花问妈妈,这梨花谢了,是不是结好多翠皮梨啊? 妈妈给她讲,是啊,这翠皮梨挺好吃。 她还闻着梨花,嗯,好香哦。 把梨花闻了又指给妈妈看,那桃花也开了。 还问,桃子是不是也很好吃啊? 熊娃子的唐爷爷还在剪头追条来嫁接。 妈妈呢,也在油菜地里玩,感觉好新鲜,空气挺好。 春天季节,什么都开花,那蜜蜂也是忙的季节,到处,忙忙碌碌的采花。 蜜蜂腿上都沾满了蜂糖,蜜蜂也很辛苦。 这就是农民种的菜籽,把它炸成菜油,挺香的。 蜜蜂子又叫妈妈到唐奶奶那边去看那海棠花。 你看这海棠花好好看。 红红的海棠花开得那么有精神,在路边好像在迎接,客人的到来,让客人们多多看一眼,都不烦。 这海棠花越看,心里越舒服。 那边也